你做過最瘋的是什麼 有懶惰 什麼都敢做 有懶惰 將一兩個來嚇嚇我 因為我什麼都敢做 大家好 我是毛小孩的獸醫爸爸 今天呢 我們的獸醫診療室要開張囉 我們來歡迎瀟灑哥 大家好 我是康寧街瘋狗 AKA瀟灑哥 這個名字有點長 康寧街是什麼意思 康寧街就是我家 你家就是康寧街 聽說你家裡養蠻多狗的對不對 我家要養四隻貴賓 四隻貴賓 只有牠生的 其他兩隻都領養 所以我們領養做愛心 也是康寧街瘋狗的工作 對對對 我是反差感很大餒 反差嗎 好啊 那平常看醫生愛錢 今天不用錢 真的 幫你等我一下 叫人家把十七拉三隻帶過來 三隻帶來 今天來的是 Boggy 他昨天開始有點不服 看牠也那樣生生耶 對啊 你有沒有看我上一集的影片 沒有 沒有 好 上一集我們在講那個 狗狗出現的警訊 要看喔 不然等一下就要出去要掛號碑要付錢喔 剛剛沒有看到貴賓 多狗家庭就會遇到這種問題 誰生病的看不太出來 大家感覺都很吵 真的 我看牠 牠怪怪的 喔 是不是右後腳 對 右後腳喔 我看牠都不太敢施力 稍微對著你腳 我摸一下 Kia醫生嗎 有 Kia醫生喔 我剛剛有摸到牠的這邊 牠有一點 我們稱為就是 膝蓋骨異味的問題 貴賓狗很蠻常見 像這種 我們稱為叫膝蓋骨異味 你看牠 牠走路的時候 牠右後腳都不太敢 施力 這個牠在前期的話 開始會這樣子 因為一般我們腳在痛的話 我們會先去分說 牠到底有沒有骨折 或者只是關節 或者是肌肉的疼痛 如果是骨折的話 牠是完全沒辦法著力的 但是我們剛剛看到牠 牠還是可以著地 只是說牠著地的時候 牠會縮著縮著 對 那這種一般我們就會比較偏向於 肌肉 或者是關節的問題 我們腳就是 這邊有一個叫進骨 這邊大腿骨 這兩個中間我們叫做 烤桃烏 正常來講 我們這個 這一塊骨頭 牠 牠要在這個窩裡面 窩 對 窩 牠要對接對好 但是貴賓啊 牠 這種狗 牠很好動 尤其是很愛 跳來跳去 在港馬 甚至 為了要吃飯 跑跑跑跑跑跑 跑上去 跑跑跑下來 長久以來 牠就會造成這個 膝蓋骨 牠會退化 這退化 牠有分四個等級 第一個等級是 幾乎我們不會感覺到 牠有 有異常 第二個等級呢 大概是牠現在這個狀態 牠有在疼痛了 然後我剛剛用 你剛剛有沒有聽到一個聲音 有 對 牠就是 一施加外力 就可以把那個 膝蓋骨給牠吐出來 那這個牠才屬於 第二個等級 到第三個等級是牠那個骨頭會長期的在外面 你要施加外力才能把牠用回來 喬回去 對 喬回來 過來 第四個等級最嚴重的時候是 牠都在外面的 怎麼喬都喬不回來 通常大概是 第一跟第二等級的時候 還不用到積極的手術 大概到第三跟第四級的時候 我們就幫牠做副位 因為只有單純的促疹 只能知道說牠有這樣的問題 要再更確定的話 我們可能要帶去 家裡附近的醫院 我要請牠幫你派一下 那當然那時候會不會就來不及了 不會不會不會 這是一個很慢性的退化 很慢性 就是說牠是 時間累積造成的 所以我建議就是 等一下下節目以後 可以去看一下醫生 細節的話 我們其實都會需要到醫院去 對 因為醫院才有設備嘛 對對對 可能拍X光啊 或是做進一步的檢查 你知道牠怎麼了 那我想問一下 人家狗很吵的關係 品種有很大關係 就是尬不來 因為狗多嘴閘 你知道嗎 就是一隻叫 第二隻會跟著叫 那牠們很多時候 會跟我們人的反應 做一個掛鉤 譬如說牠們吵 然後你就很生氣 或是你就去做一些什麼動作 牠們就 牠們認為就是說 我只要做這個動作呢 我就吸你的注意力 所以我不要理牠 你應該就是要 不要理牠 讓牠們比較set下來的時候 就是比較冷靜的時候 你再過去摸摸牠們的頭 但是你不要理牠 你也要記得 你要堅持不要理牠 不然牠叫得更大聲 你就理牠 牠以後就會記得 那我要叫大聲一點 我要叫大聲一點 這就是一個行為學 因為 牠給你一個動作 一個刺激 你再回饋給牠 牠就會覺得 我做這件事情 牠是有吸引到你注意力的 你的注意力 反應越大 牠就越加深牠這個行為 牠下次就會說 喔對 我就是要這樣子 我的主人 才會理我 因為牠聽不懂你在講話嘛 牠以為你在跟牠對話嘛 對 所以你下次回去 你試試看 一回家的時候 當作沒事 冷靜 做你自己的事情 然後20分鐘 30分鐘以後 你再來跟牠們互動 一次 兩次 三次 就有機會把這個 習慣養成 但是這個一定不是一教就會的 如果是牠們 就不會是狗了 我醞釀一下我的情緒 好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快點 今天你問不用錢了 牠 耳朵 有一個發炎的味道 耳朵很發炎喔 那我今天沒有帶耳鏡耶 我來看一下 聞聞一下味道 每次去洗澡 喔 有點嚴重 喔對對對 因為耳朵啊 牠是皮膚的衍生 牠裡面的那一層也是算皮膚 皮膚 所以皮膚不好的狗 通常耳朵裡面也會不好 因為狗的耳道 牠是呈現一個L型的 那裡面呢這個地方 在清潔的時候 我們把解耳液啊 從這邊倒進去的時候 牠很容易裡面這一層 牠會沒有清乾淨 牠說要搖液喔 對 你把牠倒進去之後 你要把它搖搖 你要抓住這個耳根這個地方 幫牠搖搖 再幫牠掏出來 把它清乾淨 但是這是平常的日常的清潔 但是耳朵真正的病因 還是要靠皮膚的改善 還有耳顏的治療 它才可以真正的得到解決 另外會看有沒有 激生蟲在裡面 有的戒蟲啊 或者是一些黴菌的感染啊 那這個就必須要 從裡面 取一些東西 然後在我們的顯微鏡底下 去看 把疾病的原因排除以後 剩下就是日常的清潔保養 最後其實跟年紀有關 對 太老了 對 越老 它身體的這個免疫力跟抵抗力 也會比較差 就會需要更用心去照顧 對 因為 我們都想要讓牠們陪我們久一點嘛 就會需要花一點心思跟時間 去照顧牠 因為牠不會長大 牠永遠像我們的小孩子一樣 就這麼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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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的就是一家 啊 柏仔 柏仔 柏仔不舒服啦 還可以用空間 等一下要看一下 對 要看一下 對 要看一下 我現在沒有那些設備器什麼 對 我也沒辦法幫你做太多 但是 下次記得帶 下次記得帶 你都X光機扛著是不是 然後就帶獅子狗 帶獅子狗 又來了 又來了 又是我 又是你 旁邊級 免費宅 免費宅 可以 好啊 那我們今天獸醫診療室啊 就告一個段落 OK 對啊 我們非常謝謝我們AKA瘋狗 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瀟灑哥 瀟灑哥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啊 如果你還想看我們 獸醫診療室 邀請什麼樣的狗狗 還有什麼樣的主人 來到我們的診療室 都歡迎留言跟我們講 我是你毛小孩的獸醫爸爸 我們下次見 掰不 掰掰 你敢不敢去 互贈事務所幫 名字直接改成這個 我改啊 但我已經改過一次名了 真的喔 我在改我就沒辦法改回來 你知道嗎